美國加息預期升溫 美匯指數創8個月的高位逼近100大關 美元強,其他貨幣對美元相對貶值 我們就帶大家看看熱門旅遊地點的貨幣前景 看看何時可以暢定錢去旅行 所有主要貨幣當中 專家看得最淡就是英鎊 早前英鎊閃崩 目前對美元在1.21水平游走 對港元即是9.43算 樂天證券香港貨幣策略師洪俊傑指出 與其他貨幣比較 英鎊的皮態相對明顯 原因是英國脫歐風險未除 持續走藥的機會很大 如果英鎊對美元跌穿1.2的支持位 下一步或會低見1.18 對港元即是9.15算 如果英國不對 不如想想歐洲 歐元對美元目前已經跌到1.1的水平 即是之前橫行區間的中間位 如果短期可以反彈到1.11的水平 對港元8.5算 或者確認見底不妨入貨 亞洲方面 大家最關心的當然是日元有沒有機會再跌多一點 外電昨日引述副達投資日本投資總監 阮山龍志表示 日元對美元明年年底 將會跌到110至120 即是每百日元可能重回回6.5港元水平以下 洪俊傑就認為目前看不到日元 有機會跌到120 不過如果日元跌穿105水平 下一關可以看110 即是回回7算 如果日元五次預期反而轉強 大家不妨考慮 可以改到韓國 或者台灣這些旅遊景點 日元在亞洲地區是避險貨幣 而其他如果我們看韓環 太豬這些 其實我們叫做一個高風險的貨幣 即是一些高風險的貨幣 如果風險情緒是再次變回避險的話 其實對這些貨幣 倒轉壓力不是升值 應該在貶值那裡 所以如果風險環境轉變 我們應該會看到日元和其他亞洲貨幣的走向 是有一個背離的情況 根據彭博預測 明年港元對韓環大約是148.3 較現價低1% 美元對新台幣和對泰銖 預計會去到32.9和35.8 即是港元對新台幣和泰銖 預計去到4.24和4.62 比現價更低 而至於澳樓方面 油價反彈 近期澳元、樓元和家園這些商品貨幣 走勢相對硬正 孔俊傑就指 如果美國加息 商品貨幣有貶值的機會 不過他表示 剛剛出爐的澳洲第三季CPI 好過預期 澳洲年底減息機會減少 短期走勢預計靠穩 而樓元亦都會跟隨 成功 詞釋沙�otes